HELLO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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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次性做二到三人份手充 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這是Youtube網友甜大有的問題 另外艾佐斯也有類似的問題 HELLO 老闆 請問一次充600的量怎麼充呢? 時間才不會拉太長而過脆咧? 我們來看看這題啊 首先呢 你要充那麼大的量 你要先有一個下補毛 需要一個濾杯嘛 大的 N1這個濾杯呢 它是可以 小的濾子跟大的濾子都可以用 那我們待會就當然用這個啦 放下去會高一點啦 我們充淺焙好了 限電配方 謝謝大家支持喔 賣得很好喔 第一點 咖啡豆的量 我們會比一人份的 多大概1.5倍 平常我們是用30克 那這次我們就用45克 1.5倍 再來就是淹磨 就比平常多一格 稍微磨粗一點 好 平常我們用刻度6 那 我們要沖大份 摩刻度7 第三點 水溫 我要沖比較大份的時候呢 我水溫稍微放低一些 第一個大概2-3度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用90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是大概87-88度 然後開始 燜蒸的時間呢 我會比小份的 縮短一點點 大概少個5秒左右 所以像一般淺焙的我們會 通常啦 習慣燜30秒 那我們就縮短 25秒 然後它整個沖煮時間呢 會比小的呢 大概多1分鐘以內 所以加水的時候呢 就 不要太客氣 可以豪邁一點 加大你水的流量 加大有什麼好處呢 你的水流量加大的時候呢 它其實壓力會比較大 它下去 流速其實會增快一些 通常 會有問題都是它塞住 你就會好像 水一直下不去 你就等很久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其實應該水流加大 讓細粉浮上來 不要客氣喔 大力的沖 沖完我們總結一下 差不多囉 這樣呢 就可以做大概600cc 到之前要 就拉拉勒 讓它均勻一點 最小杯是我的 沖大杯其實跟沖小杯差不多 但是呢 通常會有個誤區 你沖300的時候 你用30克 假設 那你會認為沖600要放60克 其實不用 就是粉量乘以1.5倍就可以了 一次沖多人份 是比較划算一點 然後粉可以省一點 然後再來一個事情是 研磨度你要稍微放寬一點 水溫的話 如果是沖大份分焙的話 水溫切記一定要放低一點 那沖淺的話呢 它顧水問題不會那麼嚴重 你水溫甚至維持一樣都可以 再來一個是時間的問題 時間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悶蒸稍微縮短一些 然後從沖煮時間呢 大份的會比小份的大概多1分鐘內 通常會是你沖大份的 感覺濃度會稍微低一些 但我覺得不要在意啦 你只要喝起來 它不是真的太稀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很個人 如果說你覺得太稀了 那很簡單 你就把你的悶蒸時間 往上加個1、2秒 或是注水的量 稍微放慢一點 放緩一點 反正就是放輕鬆啦 輕鬆最重要 好不好 你不要覺得說 沖兩份好啊 這是大挑戰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做法一樣 只是說有些部分微調 研磨度啊 粗一點 水溫低一點 還有呢 悶蒸時間縮短一點 還有呢 總沖煮時間稍微長一些些 在這個範圍裡面 根據我的經驗 實驗的結果是 感覺會跟 一人份沖出來相差不遠 一定還是會有落差啦 但是至少會在安全範圍內 好不好 然後買個好豆子這樣 來我們家走 OK 這樣大份人會沖囉 應該沒問題啦 我覺得大家都很聰明 HELLO老闆就是 只要你在發問的時候 加入HELLO老闆這個標籤 我就會認真回答你的每個問題 每個禮拜五我們做一集 還有呢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怎樣 訂閱、按讚、分享 再會 加碼一題 這個硬幣拿來改名字 B站的朋友 HELLO老闆想請問老闆角度 如果客人帶在店裡說 請你幫他沖一下 你會幫忙嗎 還是用什麼方式拒絕呢 你覺得咧 好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樣 我會跟他說 不要 就這樣 有時候 你不要怕拒絕客人的要求啦 因為其實 如果你同意了 下一次他又拿別子來呢 那你要怎麼跟他收錢呢 是不是很麻煩 為了避免後續的種種麻煩 就要第一時間跟他說 不要 要學會喔 好不好 學會 拒絕 你不該做的事情 當然我知道 有些 客人朋友們 他們是認為說 這東西很好他想跟你分享的心態 這我覺得OK 但是 店家的立場 我不是以我個人的立場 以店家的立場 我必須要拒絕你 但以我個人的立場 我還是很感謝的 好嗎 有時候原則問題是 不容被破壞的 OK 所以 練習一下跟我說一次 不要 不要 壞了嗎 好 感謝SmartV提供 電子塵在我們試驗 好吧 雖然我平常不太用 但 為了可以確定數量的話 我們還是用一下 基本上應該不錯用 我覺得還蠻簡單的